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包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 坏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文革回来了 白卫兵文革 那这个上山下乡 还会远吗 那就不远了 这个习包子 最近几年 是一通乱搞 没少搞摇合子 没少做大事 就硬生生的 给我们搞出了个 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这也是一种 自我实现 这是习包子的自我实现 没事搞事 没事情 搞出事情来 弄是本来 大家就是 该吃吃该喝喝 对吧 难怪弄是搞出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你看 这个习包子 最近几年 不是 一个是放出武汉病毒 放出武汉病毒 搞得全世界 乌恙乌恙的 这三年 不好过 然后疫情之前 又是跟美国打贸易战 这乌端端争什么争呢 你就是每年 美国人给你几千亿的外汇顺差 给你多少的工厂 给你建工厂 给你就业岗位 对吧 你乌端端你打什么贸易战 搞什么千人计划 你干什么呢 你说真的是 对内呢 也没少搞 一个教育培训 吃错药了 就把老子进水了 无端端的把教育培训 直接关掉 他就没有任何的评估 也没有 我没有听说过 社会上哪个有什么专家 或者有什么智能的评估 这教育培训行业有多少就业岗位 对吧 没有 啥没有 就是一锤锤爆了 里面也没有听说哪个人出来做过什么工作 包括于敏同自己没有做任何工作 一锤就扁了 一锤就扁了 互联网也是 马云现在一直是软禁的状态 哪个时候被逮捕了 一点都不奇怪 是吧 一通乱搞 各种乱搞 现在又搞个清零 清零运动 白卫兵运动 所以搞了这么多 主要你看到今天我们要聊到什么 上山下乡 没工作怎么办 搞半天都搞这么多东西 你看一个贸易战 现在外资全跑了 下跑了 这终于是被你全赶跑了 搞出个疫情不要紧 美国人帮你做出来疫苗 全世界帮你搞出了特效药 不要 弄释放着不要 自己打的个什么生理盐水还是什么鬼 就一点作用没有 打了个寂寞 打了个三年 打了四针五针六针 不能开发 还是天天好酸 打了个寂寞 是吧 然后 就是这个 什么教育培训 这些了 各种运动下来 主要问题就是没工作了 大家都真躺平了 上一次在毛泽东搞了个大跃进 文革死了三千万元 你说这细胞是真是我们是深感忧虑啊 我们做这个频道绝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是做好事啊 我们发警示风险警示啊 对不对啊 绝对是正路啊 我们这个视频绝对不是走歪路啊 天天正能量那个是走歪路 你看到有风险 只出风险 是吧 警示风险 那是最正确最正确啊 所以看我们频道这个是正路视频啊 绝不是什么什么散步焦虑啊 看那个那个网啊 这个网网嘴视频 他说这个焦虑多少钱一斤呢 多少钱买啊 是吧 这个正路啊 警示风险啊 我们这个这个用心良苦啊 啊 要这个就现在没就业了怎么办呢 那离那离上山下巷就不远了 今天看看 刚好看到个什么呢 国务院啊 终于做了一点动作啊 现在感觉是这个细胞子拉屎 李克强跟在后面给他擦屁股啊 这个搞了新年 然后这个国务院啊 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啊 这个好像之前有做过一样啊 就进一步做好 高校毕业生 还有个等 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其实就是早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18还17年吧 就当时李克强嘛 就搞万众创业嘛 当时万众创业 当时很多国内的专家吧 专家教授也这么讲 就万众创业 大学生创啥业 啥经验没有 或者说啥项目没有 我就搞个万众创业 然后肯定就是就业出问题 当时就觉得就业出问题 但是好歹就是也是路子是对的 我感觉路子是对的 因为毕竟没有就业 你就要刺激创业 对吧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你说再搞个地摊经济 这个也正确 因为这个我们广东话 就是什么 你没工作 你不就摆地摊 也正确 完全正确 在现在这个经济结构 也搞个上山下乡开玩笑 叫大家去种田 这么下基层 也不是开玩笑吗 让大家都是自主创业 或者说你真的给予一定实惠 让大家这么摆地摊也好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是个比较务实的一个选项 大家细胞只不愿意搞 他觉得那玩意不可控 摆地摊不可控 然后刚好冲击了他的维稳力量 你想想 我们这么多年搞出个城管 中国最有战斗力的这个群体 那你这个城管还要不要搞呢 对不对 这个冲击了这个维稳体系 他宁愿你这个解决就业渠道 这个不行 你再想过吧 西报寺说这个不行 然后搞了半通 终于现在没有办法 今年这个真的是 一千多万人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特意做了个文件 就是针对高校毕业生 针对青年 你就知道真的是出问题了 找不到工作 要解决 其实解决容易 把那细胞子罢免那就行了 你说中国人有没有权利 我问这个问题 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罢免自己的主席 我从不搞革命 我这个频道从不号召大家搞革命 我只探讨一下这个法理问题 在中国这个法理里面 罢免国家主席 或者说提议 在人大代表能不能提 我不说民众 人大代表 在人大上面能不能提一个提案 就是让细胞子下台 你说行不行 不知道 我感觉是可以的 我感觉可以 应该是合理合法符合线 人为中国 你现在各种东西路线都不变的情况下 你要创造就业 你说怎么创造 对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创造 所以我就比较感兴趣 看一下他文件说什么 且看看他说什么 高校毕业生和青少年的就业关系 民生福祉经济发展 是你有经济发展的才有就业 关系到民生 关系到社会治安是对的 这个是青少年 高校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五十运动就回来了 什么 这些有文化的 你看特别麻烦 维稳成本特别高 三天两头 弄出个什么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结婚运动 合理非 弄出个什么润穴 说多麻烦 到他门口拿几个警察 要耗费几个警力 在他门口宣讲法律 又要录影 又要上传外网 所以真不好弄 真不好弄 所以这群高校毕业生 你不把他打理妥当 到时候就会 或者说有人会走上 那个违法犯罪的道路 高智商的犯罪 对不对 或者说像这个小林财经 像小林财经也是个 网界 我们是网了很多界 高校毕业生到时候 找不到工作 尤其是法学 毕业的 到时候又开个流管 又骂政府 咋办 这个实在是对体制运行的成本 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就是 或者说有的没文化的 像我大不了开个频道 骂骂政府 是吧 混口饭吃 那有的那就直接就冲击社会了 就像玩自暴的 或者说最近几年没少开车 直接就人肉保龄球 我说了 就网界上面壮的这么太多了 或者说就很多就会变成色毒 色毒 色黄 最近几年不就全出来了吗 之前什么空姐在拍黄片 其实你就 而且还是真的 你就反映出来一个现实 就是空姐估计收入不行 按理来讲 以前空姐收入应该还可以 就是现在不走国际航班 估计国内线的话收入很低 国里走国际航班收入还高 所有的航空导游 一切的都是走国际线的收入高 所以为什么空姐就拍黄片去了 拍小图片去了 那就是收入低了 所以就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确实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就要部署 部署当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 他直接告诉了今后一段时间 就是为什么 这七年还有得搞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 那就有关 我们看看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第一个问大的大项 就是开发岗位 第一个就是推动产业创新 那简直扯了蛋 那一开始我就特别纳闷了 那现在把产业弄垮 这不就是你们吗 不需要搞什么新兴 那最近几年你说要有什么拍视频的 拍直播网红的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搞 你说多也好 少也好 我觉得无所谓 你可以去做 每个人有这个权利去做网红 对吧 你可以在国内 你说低俗啊 抖音也好 我觉得他有权利可以做 他有权利可以尝试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在最近几年 你说他就把这个掐住了 把什么直播带货啊等等 那一个一个全灭了 然后很多题材 还有些说你是低俗的 有你看不低俗的离子期不是也垮了吗 那就新兴的好像都全卡掉了 教育培训其实也是个新兴行业 全部让桌 然后网游 网游也是个正经行业 反正也不让桌 全部让桌 然后一般的行业 什么餐饮呢 现在全全垮了 所以你你现在让谁去 你你一句话就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什么产业 你告诉我什么产业 那不是等于说空话吗 一个第一句就开始说空话了 然后支持中小微企业 希腊高校毕业生给予一件补贴 那这个是一个方向 但是在中国骗补贴的比较多 你说你比如之前珠海是搞过的 补500块 好像是500块 我为了你500块 招一个高校毕业生可能性太小 我觉得可能性太小 所以你给的多的 人家就骗补 给的少的 也不可能 大不了你给一个月工资 这里面都是问题重重 很多地方政府他也会捆绑很多东西 比如他也不傻 比如你要买够六个月的社保 我补你一个月 那地方政府也是空手套歪廊 他要让人来买社保 对吧 所以就搞了半天 这些我就都都不算实际 而且你说倾斜 你看倾斜招收高校毕业生 那往届的呢 那以往这么多 现在都是问题 也往届两三年 找不到工作的多了去了 你就解决今年呢 那往届的怎么办 所以这累积问题老多了 现在他说两亿灵活就业 最起码三个亿灵活就业 就是找不到正经工作的 设置好红灯绿灯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带动更多就业 你看他很领巴 又要坚持这个红灯绿灯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这个玩意 然后又要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又要带动就业 你看刚刚就看到一个就是阿里 阿里就裁员百分之二十 又有一个这样的传言了 就集中裁员 闪电裁员 下周开始的5月16号都下半下半个月 裁员赔偿 死无前例的N加3加次月社保 一个月社保没有多少钱 这样对于阿里来讲 然后合理赔偿 果断接受 所以这阿里的访客中心会议师都被预定满了 就是为了本次裁员准备的 本次情报来源就都为阿里内部中高层 大家拭目以待吧 刚刚又是裁员了 所以说也想不到任何理由 现在这些公司能够裁员 你也不给他方向 对吧 最近几年你有给方向吗 也不给方向 到上海甚至是外卖小哥也不让进 京东进去了也不让进 他就是不让进 所以这就是了狗了 对吧 拓宽基层就业空间 那这里就是重点 那就是乡村振兴等战略 结合基层区域协调发展 适应基层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 统筹用好各方资源 挖掘基层 就业 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 社会工作 司法辅助 那就是城管 等就业机会 那就是挖掘基层 就上山下乡了 要来了 社区专职工作岗位 出现空穴要优先招用 社区专职 那就是那个什么居委会 什么的吧 那个哈佛大学都来做基层了 现在你找什么高校毕业生不限时 那就继继续实施三支一幅计划 农村特岗教师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基层服务项目 全部都上山下乡了 合理确定招募规模 对于中西部地区 艰苦边远地区 劳工业基地 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给予规定 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贷偿 高定工资等政策 那就是呼吁你们去这些地方 你说有什么岗位 就是没岗位 人家才不去 我不知道它怎么怎么变出 这可能是做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刚开始 可能是有补贴的 就让应该以前也有 但是可能以前 可能会多补一点 还怎么回事 可能就把这计划扩大一点 以前其实也有 什么支教这种以前都有 但是它的形式和规模 估计也肯定要扩大了 因为现在一千多万年就业 就是上山下乡 你看这就上山下乡了 其余的就基本上全废话了 支持自主创业 灵活就业 稳定工作部门 这就公共部门 那就公务员了 就能招公务员的部门多招点 现在公务员都要裁员了 所以就几个渠道 你看吧 其他什么强化服务 精准开展 困难帮服务 这些都扯淡了 把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 高校毕业生 就给他一定的援助 一人一策 精准服务 有劳动能力 又有就业意愿的 居然还没找到工作 那就是你的现在就业都出了大问题了 他又有劳动能力 又有就业意愿 他居然就没找到工作 还要你去签条大线 主要问题 还有一个内卷问题 所以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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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分享 拜拜